《孝文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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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每个镇它都有镇层 我们后面国府里面的是它的镇层所在地 他们的防区所在地则更加辽阔 防区所在地一般它的北端是到北纬的43度线 所以我们可以说北镇它防范的面积 防范的范围应该是我们现在河北省 山西省陕西省的北部地区 以及它更北的内蒙古那一带地区 那都是六镇的防区 那么当北魏它的都城在平城的时候 六镇离平城是比较近的 六镇的镇将一般都是由托巴皇族 那些托巴王他就做镇将 而镇兵这是托巴的武士 托巴族他也以军人作为自豪 所以六镇的镇将六镇的镇兵 应该说都有荣誉感 而且待遇非常好 武器很精良 但是谁做他的都城迁到洛阳 那么政府北魏对北部边防 特别是对六镇的这种待遇 它就逐渐下降 六镇对于洛阳的重要性 它逐渐下降 尽管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 曾经到六镇进行巡视 给大家鼓气 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所以六镇的衰落 六镇地位的下降 随着迁都洛阳 它是必然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在六镇呢 它不但有正兵 有正将 还有正民 这些六镇的正民 它是由内地 因为犯罪迁过去的 或者是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 投靠北魏 被安置在六镇安居 这样一来呀 六镇的形势 它就比较复杂了 所以六镇 由原来的军事重镇 由原来北魏的北方屏障 就变成一个一个的佛要头 只要有义务引线 它就爆炸了 公元523年 也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后30年 六镇的其中两个镇 一个是淮荒镇 一个是沃野镇 发生了镇营和镇兵的暴动 而在沃野镇领导暴动的是一个凶辱人 他的名字叫破刘涵八年 那么这两个镇一闹事 六镇统统闹事 统统响应 所以整个六镇 这个火要头 它就爆炸 不管六镇的地位怎么下降 但是在北魏的统治者看来 他仍然非常重视 所以一边调动大军 对六镇进行镇压 一边向楼兰 请求援助 所以国家和国家之间 政权和政权之间 这种关系也很有意思的 他们一边他是敌对 另外一边他有相互帮忙 所以在楼兰和北魏军队的联合打击下 六镇暴动 失败 破刘涵八年 被北魏军 所杀死 但是怎么安置 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而这个安置 更主要的是解决 六镇的政兵和政民的生活待遇问题 这个时候 北魏又出现一部政策上的实物 他把六镇的这些政兵和政民 统统搬迁到现在的河北中部 也就是定县 济县和河间一带 当时是三个州 所以说安置在河北三州 但是河北三州这个时候 正发生饥荒 当地的民众就没有饭吃 一下来了几十万 北方来的各民族的 要吃饭点 所以整个矛盾 又在原来的基础上激怀 虽然六镇的暴动已失败告终 但是六镇军民们 对于北魏朝廷的机缘 却不降反增 尤其是北魏将原本位于六镇的军民们 前往了正在闹饥荒的河北地区 就这样 心有愤懑的六镇官兵 和正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河北民众 汇聚到了一起 那么他们又会对北魏政权 发起怎样的冲击呢 两年之后 公元525年 有一个怀朔镇的镇兵 叫杜洛州 他是高策人 那么杜洛州啊 在上路举行暴动 这样一来 整个六镇 迁到河北一带的镇兵镇将 以及河北的农民 通通闹事 于是演变成 我们中学教材所说的 河北大旗 各股旗义的部队 最后龙汇成一个浩浩荡荡的部队 总首领 叫葛龙 葛龙是先辈人 所以我们看看 破流寒巴林 匈奴人 杜洛州 他是高策人 而这个葛龙他是先辈人 我们也可以看出 当时河北形势 他的复杂 到公元528年 葛龙的河北一军 可以说 发展到他的鼎盛时期 当时河北的中部 现在的北京 现在的天津 当时号称河北七州 都被葛龙所占领 他的军队号称百万 于是 徽师西进 徽师南下 围困当时北魏 在河北的一个重镇 这个重镇已经有几百年了 叫做涅成 但是葛龙在这个地方 遇上了他的克星 这个克星 名字叫尔珠龙 尔珠龙在当时 是一个传奇人 什么个传奇 尔珠龙的高祖 也就是他祖父的祖父 就已经是 欺负族的一个部族的首领了 据记载 他曾经率领过 一千七百个 欺负族的勇士 追随北魏的道武帝 也就是托巴龟 去攻打后院的都城中山 由于立有战功 所以 道武帝 托巴龟 给了他山干河流域 三百里的领地 这个部族 逐渐发展起来 那么到了尔珠龙的时候 这个部族 他的势力 就已经不仅仅是在 山干河流域了 而是成为 整个三系 最大的一股军事力量 随着六镇起义 随着河北起义的爆发 尔珠龙也不断地关注 他形势的发展 那么人的欲望 人的这种雄心或者野心 它实际上是随着地位的变化 是会发生变化的 这个时候的尔珠龙 和原来已经不一样了 由于他人多 马多 武器精良 而且这一支部队 战斗力非常强 所以以他们为后盾 北魏政府 给了尔珠龙龙高的待遇 他总领三西六州 而且是车击将军 封大独徒 但是尔珠龙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对朝廷的事 开始说三道四了 不断地请求 让他出兵 去镇压六镇的旗 去镇压河北的旗 这样一来 使北魏的朝廷 倒觉得 是不是东汉的那个 董卓又出现了 既然是这样 朝廷就提高警惕 那么这个时候 北魏朝廷的当权者是谁 他姓胡 所以历史上 把他称之为胡太后 他是辅佐他的亲儿子 身边也有无数的男粉丝 他除了和他们 谋取私利 吃喝玩乐 游乐无度以外 不干正事 所以这样一来 在他们这一帮人的折腾之下 北魏迅速走向衰败 六镇河北的起义 也就在他们的折腾之中发生的 那么他的儿子 开始小 那逐渐长大 传出来的那些八卦 觉得非常难过 他也想自己掌权 也想自己干事 但是只要他一动作 他母亲就知道 把他的亲信全逐产出 所以这个小皇帝 被母亲逼得没有办法 于是 病急乱投医 派人送密子 送给儿猪龙 希望通过儿猪龙 来压制他的母亲 这个他母亲就不干了 他母亲和亲信一起 竟然把自己的亲儿子 把他堵死 然后立了一个三岁的小孩 做新皇帝 尽管儿猪龙身经百战 尽管儿猪龙 可以说杀人不眨眼 但是消息一传来 他也大吃一惊 他没有想到 本来说辅毒不食指 他没有想到 世界上竟然有这么 肯毒的女人 为了自己的私利 为了自己小囤伙的利益 把自己的儿子毒死 那么 这也正好给他一个借口 什么借口 起兵攻打洛阳的借口 而猪龙一方面有 已经死去皇帝的秘资 一方面有胡太后杀害自己儿子的 这么一种罪状 于是起兵来到洛阳 胡太后挡不住 怎么办 他想逃避这场灾难 削发为泥 但是尔入龙不管这些 从寺院里面 把胡太后揪出来 以及他这个刚刚立的皇帝 统统偷到黄河里头去 不但这样 采纳了身边清晰的建议 把北魏在洛阳的 二百多个文武官员 包括先辈贵族 以及包括汉人的门阀四族 统统驱赶到洛阳西北 现在我们荷兰省孟金县 一个叫做陶祖的地方 把这一批人驱赶到这一带 等到众人到齐 而众人站在高处 力声训斥 说天下的事情 哪里就是一个坏女人 可以弄得坏的 难道你们这帮贪官 你们这帮污吏 你们没有责任的吗 训斥一环 早已经布置好的 欺负勇士 欺负武士 从四面八方 向着二百官员冲来 远的射箭 箭的茅刺 二百多人 训奸全部上边 然后抛进黄河 这个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 影响极其之大 能不能把它称之为 和音之变 在和音之变后 原本北魏的贵族和全臣 几乎全部被杀 而尔朱隆 则一举掌握住了北魏的政权 但是在夜城的城池之外 还有着葛隆近百万的 河北起义军 正虎视眈眈 那么尔朱隆又能否抵挡住 来势汹汹的河北起义军呢 面对强大的敌人 尔朱隆又会有怎样的退敌之策呢 请继续收看 国史通鉴 在线乱世 通过这个事变 严格说起来 北魏的政权 他已经名存实亡 操纵这个政权的 是尔朱隆和他的集团 尔朱隆认为 基本上摆定了北魏政权以后 当时的河北还在闹市 我们刚刚说 河北在葛隆的率领下 浩浩荡荡百万大军 正在围困涅治 那么尔朱隆呢 他就回到自己的根据地 现在山西的太原 当时叫靖原 安排起兵 要灭了葛隆的河北起 那么他当时军队有多少 不多 而朱隆从来就是 不靠兵多打仗的 当年他的高主 是一千七百人 跟随道武帝托巴龟 攻打中山 那么这一次 他的部队大概一万起兵左右 但是一万起兵 纵坑天下 他也不能全带走 带多少人 七千 这个事情一传出去 所有的人都认为 你七千人 去碰击别人的百万大军 当然百万 是虚装声势 葛隆在夜城前线里 大概有十多二十万军队 那么既是十万军队 你也不是去洋路俯口吗 葛隆听说 耳朱隆要来 也很高兴 听说七千人 他命令部下 大家都准备好绳索 准备好绳索干什么 准备好绳索绑人 抓葛隆 这个消息也传到耳朱隆 耳朱隆也很高兴 什么原因 交兵必败 那么耳朱隆带着七千惊奇 每个都备有驸马 日夜兼程 从太行山的湖口 东处 突然来到聂城城北 于是十多万葛隆的部罪 第一 他命令 每个将士 除了长矛 除了弓箭 除了短刀之外 每个人准备一根棍棒 短棒 他准备肉薄点 他能为贴身肉薄 棒比刀更有用 第二 传令全军 不以首级来论功 而以全胜来论功 第三 分出一部分的将士 每三人一组 每一组带着几百匹马 在附近的丘陵山头活动 来虚张声势 作为宜兵 第四 派一些从葛隆云内里面 投降过来的一些著名将领 在镇前 扶鹏唤有 结果一家伙 葛隆的部队一万多人 临阵倒戈 最后 他自己身先士卒 向葛隆的军队猛扑而进 一方人多是重 但是轻敌 另外一方 人少但是兵精 而且准备充分 战争的结果 很快就见分响 而朱隆的七千金席 在葛隆的军队里头 几近几处 把河北军冲得一塌苦涂 葛隆当场被俘虏 本来大家都预料 是葛隆毫无疑问 是取得胜利 但是非常短的几个时辰 而朱隆 完全击溃了 葛隆的几十万大军 至少是十多二十万大军 那么河北齐宣告失败 而朱隆的身旺 他就更高了 而在这场战争之中 我们要说到其中一个人 这个人叫高欢 这个高欢呢 是汉人 也出生在河北 但是和冯太后一样 也是鲜卑化很深的汉人 而且从他祖父开始 他们就生活在六镇 那么后来到河北 他参加了杜罗州的河北齐 然后觉得杜罗州不能成大事 他就想投靠葛隆 而且已经投靠葛隆 但是觉得葛隆也不能成大事 这个人是很有政治野心的 或者说很有雄心壮志的 因此带着葛隆手下的一批 和他关系非常好的将领 投奔了耳朱隆 我们刚刚说 在镇前 呼朋唤友 搅乱葛隆的军心点 就是这位高欢 那么高欢还给自己取了一个 鲜卑猪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贺六魂 很好玩 那么这个贺六魂 或者说高欢 他在投奔耳朱隆之前 就已经有人向耳朱隆介绍 说有一位叫做高欢脸 如何如何了得 我们看看别人怎么介绍高欢脸 因为这个气质 气势 它和一般的人不一样 但是当高欢一见耳朱隆的时候 让耳朱隆大失所望 为什么呢 只见此人 面目憔悴 一点的疲惫之色 哪里没有精光 但是耳朱隆不愧是耳朱隆 要不然也不是乱世枭雄 他不轻易放过一个英雄 于是他要对高欢进行考察 怎么个考察 有一个故事很好玩 说耳朱隆把高欢带到自己的马厩 参观自己的战马 高欢一眼看到一匹高头大马 窥尝窥雄壮 但走近一看 中毛特别的长 腿毛特别的长 师父没有修剪过 原来是一匹野马 刚刚被捕的野马 高欢回过头来 看看耳朱隆 耳朱隆朝他点点头 高欢知道考验自己 于是高欢凭着自己的双手 要给马剪中毛 要给这匹马剃提毛 按照一般的操作方式 给马剪中毛 需要给马带上笼子 这个就叫鸡 把他的脚给捆绑起来 这个叫做半 所以我们说 鸡半鸡半就是这样来的 以免马挣扎 以免踢伤 这个操作者 但是高欢不用 既不要急 也不要半 平着双手 把这匹马的中毛剪短了 梳理的光亮 把这匹马的提毛 也修剪干净 操作完了以后 他站起身来 回过头去 再看看身后的尔猪龙 尔猪龙一边微笑 但是心里暗暗的吃惊 还没有看过这么有本事的人 觉得此人真不简单 同时经常和他讨论天下大事 高欢很快成为他的心腹 那么有一天 这个尔猪龙支开身边所有的人 和高欢密意 那么说对天下大事 您有什么看法 然后高欢就说了 今天 那不是举手之劳吗 那么尔猪龙 后来正是在高欢等人的推动之下 出兵落扬 而出兵落扬的前锋 就是高欢 随着尔猪龙权力越来越大 地位越来越高 掌控着整个北魏政权 那么高欢的声望也越来越大 这样一来 到引起尔猪龙的有点不安 所以有一天 尔猪龙突然问身边的人 说你们说说看 假设有一天我不在 谁能够是我的接班人 结果左右亲谁 也不加思索 说当然是您的儿子 当然是实际上是尔猪龙的侄子 他的养子 也叫虫子 当然是您的儿子 尔猪照 这还用问吗 但是尔猪龙说了一句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代英杰的尔猪龙 不仅有着出色的军事才能 还有着一双十德英雄的慧眼 在他眼中 高欢的才能和野心 都要远远强于自己的接班人尔猪照 那么尔猪龙的预言 是否会成为现实呢 高欢又会不会取代尔猪龙 成为北魏新的掌权者呢 那么过了不久 尔猪龙被北魏的皇帝杀死在宫殿里面 由于他权力太大 也引起别人担心 结果一场宫营政变 把尔猪龙杀了 那么尔猪龙死了以后 高欢和尔猪照 逐渐由战友 成为仇敌 不出尔猪龙之所料 尔猪照在和高欢的战争中 连续遭到失败 最后逃到了自己的祖籍所在地 来到桑干河 万念皆亏 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东山在己的希望了 于是自杀什么 高欢一步一步成为北魏的实际的掌控者 在这个过程中 高欢把尔猪龙所立的一个皇帝 把他废掉 这个皇帝后来别人称之为前废帝 为什么叫前废帝 因为后来高欢又把自己立的一个皇帝废掉 所以人们把这个皇帝叫做后废帝 他一个人废了两个皇帝 那么废了怎么办 自己当皇帝 觉得实际不成熟 也许他那个时候对北魏还是忠心耿耿 所以他有个心愿 要把孝文帝的孙子找出来 因为他废去的这两个 和孝文帝的血缘都有点远 那么最后终于找到一位 找到一位孝文帝的孙子 叫做袁修 高欢亲自来请 而且一番诚词 表达自己的忠心 身内极下 他的身内一下 这个袁修也感动了 也身内极下 于是把袁修请到洛阳做皇帝 高欢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所以他和袁修之间 既是君臣关系 又是温序关系 按理来说北魏 应该相对安定下来 但是没有安定 什么原因 高欢不放心袁修 他自己要成为掌控者 而袁修觉得自己是皇帝 我就应该掌控朝政 所以君臣之间 温序之间 矛盾很快地爆发 公开破裂 这位袁修 乃至不惜自己的性命 要讨伐高欢 而且派人送了一封信 送个高欢 这封信很好玩 我们也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封书信 写得非常犀利 但是打仗不是写文章 高欢酒精大敌 杜洛州 葛龙都不在眼睛里头 尔卓赵也被他所败 没有能够露得他的眼 所以还等不到高欢的部队 打到洛阳 没有等到高欢的部队 濒临城下 袁修的部队早已散了 虽然袁修说死在你的手上 死而无憾 但是人还是怕死的 特别是袁修 他还想重整朝纲 要依靠一股势力 打败高欢 夺取政权 所以他拼命地逃 本来这个袁修逃就逃 但是袁修逃去投奔的这个人 非同小可 逃到长安以后 这一位作为袁修的庇护者 他将和高欢产生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效应 那么此人自寻 我们下集再说